黑名单部分,怎么去查询? 第一个就是说,我希望查的,这个是我要查的范围 这个是查询名单,那所以第一个的话我用康义服 康义服首先第一个,请你把那个游标先放在哪里呢? 方便要查询的名单这个工作标里面的B1,B2这个储存格 把公式写在这里,OK 那当然呢,他用康义服的话呢,要的范围在这里 所以Range在这里,然后呢,要查的资料在这里 所以两个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逻辑之后 按那个插入函数里面找到统计,OK,统计类里面的Count if OK,Count if,然后Count if之后的话呢,又两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的话是范围,Range嘛,Range就范围 那你就点选黑名单 再来的话呢,再点选什么,黑名单 从A2开始选,记得因为A1是那个名称 他不是要找的东西 那特别注意,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般的习惯是这样,点在这边之后往下拉,对不对 那因为他要2万多笔,所以要跑多久呢? Count if 加速度向下 对,OK,所以千万注意 所以果然是有上过课不一样 不然的话真的 OK,如果你没上过课的真的,你点下去嘛 然后呢,再来做什么,记得喔 先点A2,然后Count if向下 这样就好了 OK,蛮顺的吧 如果不会的话真的,哇,弄很久喔,OK 所以特别注意喔,点了之后的话呢 Count if向下就OK 不过跟各位讲喔,这一招还不够好 为什么?因为很麻烦,你如果点到这边工作表 然后还要Count if向下喔 我是建议啊,以后如果像这种跨了工作表之后的一个很大的范围喔 先取笑一下,我是建议喔,你干脆直接把这个范围叫做一个名称 以后就打那个名称就好了 那怎么建一个名称喔,特别注意喔,以后呢 我们一样先切到黑名单 先把这个范围,先一样点A2 一样Count if向下 先把这个名称先复制好了 以后他叫这个名称 游标放A2之后的话Count if向下 也就是你先把什么 把这个很大的范围先做选取 选取完之后,请你再到 我们的Excel的左上角 有个叫什么,叫名称方块 那什么叫名称方块喔 其实意思是说,我可以把这个范围 取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呢,就叫黑名单 那以后的话,我打这个名称就好了 我不用再怎么切到这边来 然后还要点A2 然后Count if向下 不用,以后的话呢 直接打那个名称就OK了 那所以要选完之后 左上角输入黑名单三个字 按Enter 这样的话呢 以后呢,这个范围就叫黑名单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那我们之后的话用Count if 如果用Counts,怎么做呢 最近使用过的会出现 你不用再点那边 按确定 Range 刚刚是要切过去 现在不用 请你直接打黑名单三个字 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直接按一下F3 F3 它会跳出什么 名称出来 F3一按 名称就跳出来 直接点两下就OK了 自己打也可以啦 或者按F3也可以 然后呢,你要找什么 找这个东西 这个Email 有没有在这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出现 有的话Email就零 按确定 再向下点两下 全部查完了 OK 所以我们要这几个是啦 OK 然后呢,还有这零零 这不是,这不是 通通不是 那可是问题哦 它这个E的部分 是分散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我要怎么样很快 可以把它全部找完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几个部分 要不就是你把它重新排序 资料里面不是有个什么 排序吗 有Z到A跟A到Z 那如果你用什么 用Z到A吧 这个地方 有不要放B1 Z到A的话 就是把那个E放在上面 0放在下面 让它排序 有没有 E的出现了 就是这几个 有没有 你再把这几个怎么样 复制贴过去就好了 OK 这是方法E 但是问题哦 这个排序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范围会跑掉 就是说它的顺序 会另外重新排列 那如果重新排列的话呢 可能会乱掉 那你如果假设啦 你不希望你这个顺序乱掉的话 那你可能就不能用排序了 你如果不用排序的话 记得哦 资料里面的排序 如果你不用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 筛选 这个筛选 比较常用 OK 那筛选怎么用呢 特别注意哦 我们第一个 游标一样放在B1 这关键哦 一定要放这里哦 第二个按下筛选 按筛选之后 你会发现呢 它会多一个什么 这个箭头 这个箭头就是说 要让你去筛选里面的资料 的一个清单点下去 那他问你说 你要帮你找到的是哪些啊 是全部吗 还是只要1的部分 如果是只要1的部分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哦 你把全选打勾取消 留下1的部分就好了 OK 按确定 你会发现哦 1的部分就留下来了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把1的部分呢 把这些清单怎么样 把它Ctrl C 然后呢 把它查询结果呢 贴到A1这个 查询结果贴上就可以了 OK 没有说我以为是丢给老板 丢给老板 老板一定骂你哦 OK 可能想说这简单的事情 老板不做简单的事情 他只是要看结果 对这个最后可以把它 直接给他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从1000个资料里面呢 就找出27个哦 原来这27个的黑名单 所以哦以后 如果只要遇到这27个哦 那就一律什么样 把它封锁掉就好了 哦 那各行各业其实都 所谓的那个黑名单啊 有很多outcase 对不对哦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找出来 而且要列管 所以你会发现各行各业都要列管 不然的话有些人 真的经常出出现 像常常出现什么吃霸王餐的 不付钱的 有没有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的 甚至还有发现什么的 明明哦 这个你东西里面没有一些 卫生纸 就有那种什么 之前不是有母女党 对不对 然后吃完东西之后 然后就叫服务生过来 你们怎么餐里面会有卫生纸 有没有 不知道我们看过这个新闻 然后说这个 这个有卫生纸欸 那他已经习惯了 餐厅可能说 那没关系 这个我们请客就好了 然后可能就他就不用付钱 后来那家店家 已经被这样子很多次了 所以他们的那个老板 经理很聪明 就说很抱歉 这个卫生纸跟厨房的卫生纸 是颜色不一样 这个是客人用的 卫生纸颜色 因为客人用的是白色的 那如果是厨房用的是蓝色的 所以一定不会是 他们一听之后好像就吓到了 然后来把监视器调出来 才发现原来是他们自己丢的 OK 所以喔 其实各行各行各行也都有必要 怎么样做一些防范措施 不然的话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 你就只能认栽了 对不对 但是又觉得说不服气啊 明明我东西这么好 却要被人家说的这么不好 OK 所以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像使用工具就是一种方法 那以后的话 甚至像这种东西 以后会藉由像AI人工智慧 像摄影机上面都会做一些辨识 他如果做了一些什么动作 就把它记录下来 对不对 这样子随时好像感觉就有 所以以后现在大家也会很害怕 不要搞一些手段 OK 因为叫什么 道高一尺 不是 叫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OK 你实验手段 就像说 我也要防范什么 防范公平 你们的成绩 我一定要完全公平吧 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些不好的手段 我也要把它找出来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是很认真 我给你很高分 而不要说尽量不要是 你根本没有努力 那我给你很高分 这样好像也不OK 那要什么做 这也是我们要值得思考的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重点 大概两个 一个是在这边输入什么 输入这个 conif 黑名单 那定义名称记得 Ctrl Shift向下 把这个上面的名称方块输入黑名单 Enter就可以了 再用conif把黑名单放过来 再来的话就是筛选 筛选它可以按下去 跟不按下去 放B1按下去 你可以再找到什么 找到1的部分 把它复制过去 如果它取消的话 就按一下就OK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大概两个功能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把它变成VBA OK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 就能复制一下 那我们也要再来看 那我们也要再来看 我们也要再来看